世界上面积最大的10个超级工厂 第一名的超级工厂 面积高达650万平方米 比新加坡整个国家都大 并且拥有自己的消防队和警察局 员工人数高达30万人 进场打罗斯年薪百万不是吗 本期看世界将盘点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超级工程 请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 三星印度诺伊达工厂 三星印度诺伊达工厂位于印度新德里郊区的诺伊达 占地13万平方千米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手机工厂之一 据了解目前在工厂内工作的人员超1万人 目前三星在印度拥有两个制造工厂 5个研发中心和一个设计中心 雇员超过7万人 三星在印度的智能手机产量为6700万部 新工厂投入使用后 产量预计可达近1.2亿部 三星电子于1996年在印度开设了制造和研发中心 目前在印度拥有近7万名员工 三星现在在印度诺伊达拥有世界第二大制造工厂 在印度班加罗尔拥有最大的研发中心 三星在印度各地的研发中心拥有约1万名员工 位于加罗尔研究中心拥有近3500名员工 卢泰文十分看好印度智能手机市场 德勤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 印度到2026年将拥有10亿智能手机用户 第九名 贝尔维蒂尔装配工厂 贝尔维蒂尔装配工厂位于美国伊利诺斯州 是全球第七大汽车制造商 菲亚特克莱斯勒旗下的工厂 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 员工总数高达5000人 其中有接近3600名是聘用制的小施工 作为最大规模的全球制造业工厂之一 贝尔维蒂尔主要生产制品牌SUV车型和到齐旗下部分车型 但是随着近些年来疫情肆虐和经济下滑和汽车芯片等其他严重的问题 贝尔维蒂尔工厂多次提出了裁员公告 自2019年以来通过一系列裁员 这家庞大的工厂已经从5000多名工人减少到约1600名 不过目前随着经济恢复工厂的运转也在陆续走上正轨 第八名 大金空调厂 大金中央空调基地是大金空调的生产基地之一 基地占地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达50万平方米 相当于半个摩洛哥的面积 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个工厂搬到摩洛哥 摩洛哥有一半的人口将会没有家园 大金空调厂线拥有员工2500余人 规模十分庞大 位于韩国首尔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空调品牌 大金空调在世界各地都拥有着广泛的销售网络 目前大金空调的产品已经远销到欧洲 美洲 亚洲 澳洲等地区 覆盖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金中央空调基地拥有全面的生产设施 和先进的制造技术 专注于生产高效节能 环保健康 稳定可靠的中央空调产品 特别在空调冷冻方面 产品种类达5000种之多 大金公司在全球已建立200多个生产基地及销售公司 员工人数超过4万1000名 集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朝着全球化视野不断迈进 拥有30万人的深圳富士康超级工厂到底有多庞大 接下来将盘点世界上10大超级工厂 第七名 特斯拉工厂 特斯拉美国超级工厂 位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弗里蒙特 占地面积超52万平方米 由特斯拉公司投资近35亿元建造而成的 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 同时也是世界上使用面积第二大的建筑 总体相当于107个足球场的面积 12个梵蒂冈 拥有超过1万名员工 共拥有5条特斯拉车型生产线 目前已生产超过200万台特斯拉车型 例如大家所熟知的Model系列电车 特斯拉超级工厂内设施完善 不仅有员工食堂宿舍等 还有专门的员工培训中心 健身房 全年无休的卫生中心 以及户外休闲区 除了生产电动汽车 特斯拉超级工厂还提供了其他一些服务 例如 在美国内华达州的及格工厂中 特斯拉与Panasonic公司合作生产电池 为全球范围内的特斯拉电动汽车 和储能设备提供电池组件 而且特斯拉超级工厂十分注重能源清洁 以及保护环境 该工厂采取了 废水回收和垃圾分类等措施 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第六名 特斯拉上海工厂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位于上海临港芯片区 占地86万平方米 是中国首个外商独自整车制造项目 同时也是特斯拉首个海外工厂 厂内员工超7000名 目前工厂主要生产特斯拉的 Model 3和Model Y电动车型 旨在满足中国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 截至2023年7月13日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已累计生产100万辆Model Y 生产力是相当不错的 据了解特斯拉上海工厂中 各大车间基本都有宽敞的运输公路 以及氯化带 土地利用率相对较低 但特斯拉上海工厂不同 不同车间之间仅有一条运输道路 甚至有些车间就在一个厂房内 工艺的区分只有一堵墙 其次工厂内还设有特斯拉研发中心 这一研发中心和美国总部的研发中心 具有同等地位 实现了土地的高效率利用 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建设和运营 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制造业水平 也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第五名 深圳富士康工厂 深圳富士康工厂位于广东深圳龙华区 其占地面积230万平方米 拥有30万名员工 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据厂区工人介绍 如果你想从富士康工厂的最南边 但最北边骑车需要半个小时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服务商之一 富士康的营业额也居于全球前列 深圳富士康工厂 于1996年建造至今 生产包括纳米技术 绿色制成技术 平面显示器技术 无线通讯技术 精密模具技术 服务器技术 光电光通讯技术材料 与应用技术及网络技术等 目前 富士康在全球有超过15300件专利 不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全球年度专利排行榜中位居前列 还是全球前20名中唯一上榜的华人企业 但是前不久 富士康深圳厂区甚至传出了 大规模裁员的消息 尽管消息的真实性存疑 但是深圳厂区已经至少拆除了8条产线 整个园区也逐渐冷清 第四名 波音南卡罗莱纳工厂 其实波音工厂除了艾弗雷工厂以外 还有第二条787梦想飞机总装线 所在地波音南卡罗莱纳工厂 位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北查尔斯顿 占地301万平方米 约7000名员工 波音南卡罗莱纳工厂 主要用于生产波音787等机型 是波音787梦想飞机总装线所在地 同时还负责787机型的 机身段制造和组织等工作 这座工厂从电机到完成首架飞机的生产 仅用时30个月 创造了航空业的奇迹 21年 美国波音公司表示 波音787型梦想客机将临时减产 原因是发现这型客机存在一些新问题 需要加以改造 要知道 波音787客机2011年年底 投入商业航线运营 已然由消耗低注称 首次实现中型客机直飞长程航线 但是此后多次出现故障 2013年上半年 由于两架全日空航空公司的 787客机在两周内接连出现 里电池过热问题 全球所有波音787客机一度停飞 世界上10个面积最大的超级工厂 第一名比新加坡还大 拥有7万名员工 第三名 美国波音埃佛雷特工厂 美国波音埃佛雷特工厂 位于美国西雅图北部的森林中 距离西雅图约50公里 这座工厂也被称为波音747工厂 顾名思义 这就是生产波音747的地方 波音747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气客机 波音埃佛雷特工厂占地405万平方米 大约2.4万名员工 但是它是最初的面积并不是这么大 而是一直不断扩建更新到如今这样规模庞大的 最初波音埃佛雷特工厂占地313万平方米 建设于上世纪60年代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工厂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又扩建了波音767和777的生产线 如今工厂总面积也由313万平方米 扩到405万平方米 光是工厂的总装厂房 占地面积就达到了39.8万平方米 这座厂房曾被基尼斯世界纪录 认证为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建筑 这座超级工厂中有着非常大的生产车间 和大量的飞机零部件 密密麻麻 埃佛雷特工厂毫无疑问是波音公司的骄傲 也是华盛顿州的地标性建筑物之一 很多不同国家地区的领导人 都会来到这里参观 第二名 卫山汽车厂 卫山工厂是现代汽车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 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单一工厂 也是世界第二大的汽车制造工 占地面积499万平方米 拥有34000多名的现代汽车员工 卫山汽车厂因其规模庞大 员工众多 每年的汽车年产量可达150万辆 不仅如此 卫山工厂拥有可同时停泊 三艘4万2000吨船舶的专用码头 当汽车生产完装之后 可以直接将汽车装载上船 运往世界各地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现代汽车决定投资约11亿元 在韩国卫山建设一家 全新的电动汽车工厂 据了解 这座工厂将于2025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预计工厂年产将达到15万辆 并且现代将会在新工厂中 配备智能系统 实现生产高度自动化 建成之后 这家工厂将会生产多款下一代汽车 此外 现代集团还计划在2030年前 在韩国投资24万亿韩元 用于扩大电动汽车的生产及研发 第一名 沃尔夫斯堡工厂 大众集团旗下的沃尔夫斯堡工厂 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工厂 位于德国夏萨克森州 占地面积约为650万平方米 相当于三个摩洛哥 基本和新加坡的面积7平 共雇佣7.2万员工 要知道摩洛哥只有12万居民 也就是说工厂中的员工数量 相当于当地居民的一般还多 它的面积相当于三个摩洛哥的面积总和 沃尔夫斯堡工厂每年生产84万辆汽车 而且沃尔夫斯堡工厂内 总共有110个生产车间和6000个机器人 曾经有人计算过这个工厂的生产速度 大约每30秒就可以生产出一辆全新的汽车 这效率也是没谁了 2022年大众总部将投资约37亿元 对其位于沃尔夫斯堡的主要工厂进行改造 沃尔夫斯堡大众工厂不仅是汽车制造的中心 更是创新的摇篮 在这里诞生了众多经典车型 如传奇的高尔夫 经典的帕萨特 它们都是沃尔夫斯堡工厂的最优秀的作品